把这个改成那么大一块 那么大一块的 今天我们来炒红皮肉 就是我们昨天做那一个 我们先用这个水 把它泡上几个小时 冷水热水都可以的 先把这个放一边 上一期视频 有的朋友他就问 为什么放那个雪碧 其实这个原始配方是什么 放蜂蜜 还有一点点酒 但是现在拌酒席 都用那个雪碧 比较方便 而且大家家里面雪碧比较容易找 所以用雪碧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切一点辣椒 还有姜蒜 小胖走开点 切两个青椒 还有点红辣椒 再切一点蒜 切一点姜 再切一点葱 好了 现在开始炒红皮肉 先把姜蒜炒一下 然后把红皮肉放进去 稍微炒一下 因为这种红皮肉啊 它比较硬的 所以我们要先放一点水煮一下 盖起来 稍微煮一下 我们就放盐 放一点鸡精就好了 把辣椒放进去 直接把它盖起来煮干就好了 嗯 差不多了 煮上四五分钟 把这个水分炒干就行了 放葱 炒一下 准备出锅了 出锅了 好了 这个红皮肉就炒好了 这样做红皮肉还有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是全部用肥肉来做 它也不腻 就是肥而不腻的红皮肉 这碗我们搞一个腊肉火锅吃 这个腊肉的皮烧一下没那么硬 自己做的腊肉这个是 好 放白菜准备吃饭了 这碗是腊肉火锅 还有一个红皮肉 都是好菜 小米肉 那大块 切 这样 这种要起 大块 嗯 你要不要大块 好大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做酸菜 奖励你一块红皮肉